自从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抵近波斯湾以来 美伊之间的交锋就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 就在前不久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遇火箭弹袭击 白宫随后发表言辞激烈的言论 称义做好摧毁伊朗的准备 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 从目前情况来看 现有5万多美军部署在中东各个地区 远远没有达到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数十万兵力 为此有相关人士认为 美伊之间开打的可能性极低 且存在各国干预的可能性 不过 俄罗斯火箭和炮兵科学院副院长康斯坦定西夫科夫 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出了分 认为双方开展大规模空中行动与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高 而封锁与反封锁会是美伊交锋的主要形式 其中以色列将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助力 提供前期的试探性工作 即使真要发生热战的话 美伊打击的主要目标 可能是伊朗核射施与导弹工业系统 借此摧毁伊朗的反击力量 让其丧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实现美国主导中东局势的目标 极端情况下 美国可能会以彻底消灭伊朗武装力量为目标 但是 从阿富汗与叙利亚战争的结果来看 美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伊朗的实力远远强于阿富汗与叙利亚 铤而走险的开战可能会让美军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 这是美军所不愿遇见的情形 分析指出 伊朗本身的战争潜力巨大 目前可调动的兵力至少有90万 且有35万的陆军预备一时兵 极端情况下 伊朗甚至可征召数百万人入伍 反观美军可抽掉的兵力不过数十万 不可能与伊朗进行大规模消耗战 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美伊正式开打 俄罗斯专家认为 美国海军至少有一艘航母 与8艘驱逐舰会被击沉 而伊朗将会损失至少一半的军舰 当然 这样的结论也只是基于当前的双方硬实力对比 不考虑其他因素 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较大变数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